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营 今天在家教大家蒸馒头 做出来的馒头蓬松暄软 首先准备一个小碗,加入4克的酵母粉 用40度的温水把酵母粉划开 准备600克的面粉,加入3克的白糖 白糖能促进面粉的发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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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